朋友们好 相声圈这天天不消停 每天都很热闹 今天骂主流 明天骂主流 后天还是骂主流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朋友 骂着骂着 突然这个风向 转变成什么呢 转变成骂体制 一会儿把取邪推向 这个市场 自谋生路 自力更生 一会儿又让 这个团体 推向这个市场 让他们自生自灭 自谋生路 别再端着我们 公家的饭碗 不能让他们 再端这个 国家这个饭碗了 不能再给他们开支了 我们就得让他们 自个儿出去挣钱去 他们没本事 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从相声 演变成对于体制内工作人员的 一种质疑 这两天吧 出去办事 然后经历了两次 与所谓的大家嘴里面 体制内的人员 面对面的这种沟通 第一个是因为孩子马上要考高中了吗 学校要用这个户口 这个户口说什么找不着了 因为我这过日子 稀里糊涂 现在是比较看得开 户口本找不着了 那怎么办 这个老人比较着急呀 因为当天就得要 上午就得办完 就得再去补办一个户口本 那么老人就一个劲的打电话 我就开车赶紧接上老妈 然后到这个辖区拍所 在我停车过程当中呢 我说这样为了节省时间 我老妈你先进去 我停完车以后 我再回去 我再进去找你 当我停车 也就三五分钟的时候 我进入到这个所里面 就是这个办理户口的 辖区的拍所 老太太非常开心 那位接待我母亲的是一位女警官 就是非常的那种温馨感觉 都是始终是非常 感觉就是那种像家人一样 这没有粉谁 就是满面春风 面带笑容 说话轻声细语 跟我母亲是这个河北方言 还有点沟通不太明白 但是知道她办理什么事项的时候 正好这是你儿子 正好我进去了 老人就在窗口前面坐着 说对 那正好您看您微信上有没有钱 我怕老人家微信上没有钱 让他给我现金 然后用我的微信钱 然后在电脑上进行操作 是三块钱还是五块钱 我就忘了 公本补户口本的公本费 当时我感觉心里无比的那种通畅 感觉非常舒服 因为从来给我们刻板的印象 对于体制内的工作人员的那种工作作风 就是非常的那种严厉 刻板的那种脸上没有笑容 说话也都非常生硬 但是突然感觉到这种 是不对的 然后我就拿出我的手机 然后扫了一下二维码 把这几块钱扫过去 前后我停车大概三到五分钟 到半晚拿出这个户口本 五分钟时间 全程的没有等待 全程的这位女警官 始终是面带笑容 而且有说有笑 与我的老母亲还有我 进行这个沟通非常顺畅 这个以后别总丢了 那保管好 要不补起来可能今天人少 就是这种很贴心的这种嘱托 哎呀我跟老母亲我们两个 赶紧就送到孩子的学校 特别特别的开心 特别特别的那种舒适 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去这个交警队 去办理这个车辆方面的 一个信息 我这人对于自己的事情 总是有一种那种拓远症 但是我对待工作的时候 是雷厉风行的 那么临近中午 还差一两分钟 交警队人员就要午休 吃午餐 那么我就赶紧跑进去 当我到窗口的时候 办理这个事务的那个 交警队的窗口人员 刚把那个牌牌 就是午休休息 那个牌牌刚要转过来 看到我过去了 马上我说哎呀不好意思啊 然后这个你添麻烦了 没事没事 那个早吃一会儿晚吃一会儿 没事的 那个我看见什么事 前后一分钟搞定 而且我一直始终保持着一种什么 感觉很很抱歉 你看就差这一两分钟 我要早来个三五分钟 也不会耽误人家这个 中午休 其实我们很多普通老百姓 都是抱着这种 自我没有把自己当成主人的这种状态 他就是为我们服务的 我们为什么要低三下四 还要害怕他呢 当然我们很多年前 有一些所谓的体制内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工作作风 我们是看不上 看不上我们还不敢说话 因为怕在办理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给我们设置一些障碍 或者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说话也没有好声好气 特别害怕去刁难我们 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折腾我们好几个个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真的没有再真正的去接触这些人员 没有真正的自己去办理过这些事情 所以说我们把从前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 固化到我们自己的思维和脑海当中 那么久而久之 我们就对所谓只要一体体制内的 包括现在我们谈论像是这个话题 只要一说主流 那么自然而然的就把体制内的这些相关的 这些工作人员全部关联到一起 那么我们老百姓 尤其很多上年上岁数的这些老人朋友 他们的这种固化的思维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偏执 因为他们已经很久很久应该说是很十几年几十年 可能都有的时候必须要打交道的时候 他都不愿意自己去处理 自己去出面解决这个事 那么这股风就刮成了一种对体制内人员 所有体制范围之内的人员都形成了一个侧面的这么一个认识 就是只要提到他们 他们就是端这个金饭碗的铁饭碗 那么他们不作为 他们怎么怎么样 其实这种人 有没有 有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 现在已经很少很少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对体制内 包括只要穿制服的人 我们看着心里面都感觉比人家矮半截 其实这里面我们就是形成的这种固化思维 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把自己那个地位 我们当家做主人这个地位 自己没有提高上来 我们的认识始终是矮人的半截 让人家认为是他给我们办事的 我们脱离不开他 如果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肯定我们这个事就办不了 而且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都是负面的 这些教材 负面的这些信息 那么就让很多人 很多博主 肆意的歪曲和扭曲 夸大了体制内的工作人员的一些作风行为 把极个别的一些案例 给他无端的放大 让我们很多普通基层的群众 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心理障碍 我们只要一看到 是不是跟某某机关 或者跟某某体内的这些人员 跟他们去交涉 脑袋一下子嗡就大了 哎呀 不行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 就是首先想逃避 逃避什么 先找人 先看身边有没有熟悉的这种朋友 能够我宁可多花点精力 多花点这个钱 我拐开弯去做这件事情 去办这个事 其实这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对于这个所谓体制内人员作风的一个 普遍的一个认识 那么现在这股风越刮越大 越刮越大 但是我亲身经历 我亲身经历的这两件事情 我就想与大家尽心的分享 其实我们为什么怕他们 首先第一个 我们做事情的时候 我们身上有问题 我们怕被人家抓到这个小便子 比如说我们在夜间行车的时候 遇到查酒驾的人 交警 首先第一个 虽然我没喝酒 但是我心里就是害怕 怕什么 我们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怕什么 包括我们到窗口去办事的时候 我们就正正常的办理 如果我们没有戴着有色眼镜 我们没有戴着气去 那么这个事情会很顺畅的 因为现在各个平台的机制 包括体制内的机制 都非常非常的健全 他有问题 你就可以投诉他 如果投诉无果的话 你可以找上级部门领导 直接进行投诉 现在这个投诉这个渠道太广了 所以说倒推着我们很多体制内的人员 他们的工作作风 已经真的改变了太多太多了 可是我们真正很多普通基层的群众 我们的老百姓 那种固化的思想 他就是不去转变 包括很多的一些什么 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城管 你看着就反感 但是你还特别害怕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错在先 当然了 在这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在城管方面 在城市建设 还有这些规划 以及一些流程标准 有很多对于我们老百姓是不合理的 但是在这个法律法条 没有修正之前 我们就只能按照这个规定去走 可是我们现在一步一步的在简化这个流程 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合理化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怨气是哪来的 究其原因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内心的那颗心魔 我们自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所以说现在谈论相声 什么主流 什么非主流 我们现在就已经把什么主流 肆意放大到体制内了 这是不应该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播主 都在带着这个节奏 大家认为这个骂主流 我们就有流量 我们捧谁 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很多基层群众的这种认可 那我粉丝多了 流量大了 我就可以变现 而且攻击和谩骂所谓主流的相声演员 没有风险 这就造成了我们现在已经把骂主流相声这个主体 这个特定的这个人员已经放大到对我们整个体制内人员或者体制 这个东西的层面上来了 所以说这是其实很危险的 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播主他没有认识到 他们还在用这个流量 还在用骂所谓的主流 在撕裂着我们每个人的意识 所以说这个视频就是从所谓的体制到我们的主流与分极主流之间 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上去 这个视频就是要告诉大家 有什么事情 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而不要听着一些播主 还有一些播主 不是在攻击和辱骂我们的所谓的体制内 他没有意识到 但是这个风险性 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出现了 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些播主应该何去何从 应该如何做好自我 如何带好这个风气 如何净化我们网络 大家应该值得思考